女人清洁衣裙露出白皙光滑的后背 她身后坐着的丈夫提起画笔 就要在她的背上作画 过了一会儿 一朵栩栩如生的花就留在女子的肌肤上 原来这是柳如氏和钱木斋每年的约定 本来这是一件闲情雅致的事 但听到钱木斋竟然现成之后想狗活 柳如氏觉得她没有气节 于是说 你训国 我训夫 天经地义 还说如果不这样做 留下的就是千古骂名 但钱木斋退缩了 柳如氏只觉得是自己看错了人 很快到了县城这一天 钱木斋跪在大雨里 看着清军的铁骑踏破山河 不仅如此 钱木斋竟然还要去清朝当官 做一个二臣 柳如氏怒气冲冲地找到她 她正坐在堂前替罚 如氏十分震怒满眼泪流 伤心失望地离开了 但钱木斋离开的这天她还是来乡送 看到她把盘缠都送给难民 她告诉柳如氏 大名可亡 天下不能亡啊 但柳如氏觉得她没有气节 扔下一包盘缠就走了 这天家里的丫鬟慌慌张张来告诉卢氏 说清军杀了一个叫陈子龙的大英雄 听闻就情人的名字 柳如氏愣住了 他还给陈子龙设立了灵位